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一個基礎大家要了解一點 我們目前的邊境檢驗 只要日本提供無輻射證明 我們就過了 這是基本上這個笑話 各位想像看 當初100年剛發生這個事情的時候 日本發出那麼多無輻射的證明 請問一下日本的檢驗能力 有辦法負荷它的整個出口的量嗎 這個笑話就像當初台灣 出塑化劑的事情的時候 出毒澱粉的事情的時候 政府規定所有的廠商 三天之內要貼一張報告 叫做無塑化劑或無毒澱粉 然後你才可以營業對不對 我問你那個報告怎麼來的 全部都營運機做 因為很清楚的知道 台灣根本沒有買那麼多 塑化劑跟毒澱粉順滴希臘酸的 標準劑 所以你放租業者自主管理 就是我剛剛一直很關心的 自主管理效果多少 那個時候坦白講 檢驗公司不賣假報告 還被人家怨恨 因為你害我不能做生意啊 我們做這個策略的時候 日本政府當初要求 他給那麼多的非無輻射證明 其實你有沒有考慮過 他的檢驗能力在哪裡啊 吳嘉誠教授對我講過嘛 你要檢查一個輻射樣本 不是放到機器裡面 一秒鐘就出來 對不起 前置處理要幾個鐘頭 那你日本的出口樣件有多少 他出口的那個量 每一件都有檢查 每一個都拿到報告 你會相信嗎 台灣發生的事情 我跟你講在所有的地方 一樣發生 我絕對不會相信這種鬼話 所以一開始 今天江醫師講出了這個東西 其實才是幾年前的事情 我們歷歷在目啊 換句話說 開不開放 我想已經很明確了 怎麼能開放啊 這是嚇死人的事情了 那問題是 我們只知道說 核輻射很可怕 我們剛才聽到孩子被霸凌 凡此種種 我們還沒有進到身體裡面 那樣子的東西 你說點 你說射 那種發射性元素 如果混雜著這個食品 吃進我的肚子 為什麼 為什麼 我們現在很多的人 常常把 這個幾個貝克的輻射量 假裝成 就是說 譬如說 你好像原子彈爆炸 一次造射 可是問題不是 你要知道核物物種 吃到你的肚子裡面來 如果像 有效半摔機 18年的東西 它就在你的體內 幫你一直 免費的提供輻射線 一直造射你的器官 威脅你18年 對 不只18年 18年去一半 18年去一半 再18年 再一半 對 所以這個東西的傷害性 不是說 單次造射 所造成的傷害性 是 而且坦白講真的 大家有沒有考慮一個問題 大家講 大家看標示哪一個縣市來的 這個坦白講這個 清楚做食品的人就知道 這是笑話嘛 我問你一個問題吧 如果我從 這個福島進口一個米 出口一個米到 譬如說大阪 去做成酒 我問你 產地標哪裡 對啊大阪 我當然不要踏板 我再洗一次 我就漂白了嘛 對啊 所以這個東西有什麼難的 可是你這樣一講 我就覺得 你把我們大家都打臉 那是我們現在唯一能做的事 我們能怎麼辦呢 根本是 基本上是沒意義的事情 坦白講真的 大家的安全感 是建築在一個很虛幻的境界 還有一個問題 你說五個縣市 五個縣市 你說要不要開放 大家討論那麼多對不對 你知道嗎 這個福島周圍的這個地方 挖出來的污染的土啊 總共堆置在14個縣市 用一種防輻射的塑膠袋 裝了 那個塑膠袋本身 會被輻射線迫害 所以效期只有三年 現在過了五年 我大概知道你要講什麼了 也就是說 我們一直看這五縣市 其實它堆到其他的 13 14縣市 所以加起來其實應該是 18個縣市 對 唉唷 所以你們在想這個 有什麼意義呢 對不對 一直在討論這個五縣市 其實大家吃了一堆了 我坦白跟你講 真的 那怎麼辦 你可以告訴我們 你們都在恐嚇我們 我們可以怎麼辦 沒有 幾個方法 當然 降低輻射的傷害 如果單對點這個東西來講 當然你可以吃海帶海菜 這種含點的東西 把它擠出去嘛 那對於其他的像 色啦 像吃這些東西 你是沒辦法靠海帶海菜 或者點片來解決它的 那你應該可以多吃一點 含硫醇基的化合物 這個是所謂的 膚色減敏劑 流存機是什麼東西 流存機的話 哪裡可以盛取到這些 譬如說花椰菜 酸奶 雞蛋 雞肉 這些東西含有流存機 它可以降低 輻射引起的傷害 所以你看 我們昨天開始切近關心 這個所謂的核災食品 進口的補破網的問題 哇 才一個晚上而已 嘶,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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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環報 聽過了這樣子 Mayor closed by me 我們跟 horsepower 直接就定這是一個問題啦 這個跟你我們 我們 even定一囡